作词 李宗盛 情起情灭 而尽尘秋空对月 相约相望 似解似缘 旧事也尽如云 莫道相守 莫道相守 相守无情 心事成全 乱世离去 看看离别 双丝一人双平两边 长相守一句 何年 王爷 如今紫园可是侧夫人在打理 以妾身对她的了解 她可不相妾身 她只会打打杀杀 您啊 更应该点一下她 莫要让这紫园 呼声一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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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跑来跑去招摇撞骗 其实 来 其实这个花锡夫人 在原家里面是很有地位的 我现在呢 就接了一个大买卖 打算把它卖出去 可以赚好多的银子 你别动 不然我就把你们这么俊的 胡帅这头 看下来 然后 丢到河里喂鱼 你们别动 都疯了 再看我死啊 听见了吗 来 走走走 这边这边 别过来 胡帅 冷静啊 别动啊 都不听话的你们 别过来 快来 走啊 世子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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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别过来 来 打赏 大 大 我 别过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遵旨 雪儿 果真不负朕的厚望 事成大事之人哪 父皇谬在 儿臣愧不敢当 儿臣只求能为父皇分拥 有儿如此 夫妇何求啊 本来本世子 不介意有你这个可有可无的女人在我身边 可是若你威胁到她的生命时 我就让你消失 你不是应该在段月容身边吗 怎么来咱们这个地儿了 段月容那小子把你甩了吧 我早就说过 那小子对你就是虚语威夷 说够了没有 好 长话短说 我知道段月容在哪儿 但你得帮我做件事 谁 谁 谁 袁三公子 上次西都一役被你打个措手不齐 今日咱们算算总账吧 花木槿在哪儿 花木槿在哪儿 你去问阎翁吧 三公子 三公子 陈统领 父王派你跟踪我 王爷担心三公子安危 派属下暗中保护你 父王不会我也无故派人保护我的 父王究竟想干什么 少废话 给老子上 赞 可能 ا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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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水 你往西南方向走 你跟我说这干嘛 段月容和黄木槿 想回南国 乃是必经之路 你见到段月容之后 把他引下关到 老子会在那儿设想埋伏 彻底结果了他 他已经把我赶走了 你让我怎么回去 是 段月容那小子虽然精明 但他更怜音相惜 别碰我 他看见你的伤 就会放松警惕现 杨绿水 你是陛下的人 是陛下要杀的 违抗红领什么下场 你不是不知道吧 绿水遵命 皇上命我去找玉玺和遗诏 虽然艰险 但别担心 不是什么难事 我很快 就会回来看你 非白追花木槿到南方去了 这小子对花木槿哪 真有我当年的样子 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女人 占据非白的心 占据非白的心 我原家的未来 是要交给她的 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事 任何人 毁了她 你说 大哥 是不是当父亲的都这样 还差点吧 大夫 您就先开一副药吧 剩下的钱我明天再给您 求求您了 大夫 好吧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好 军爷 您需要点什么呀 大夫 您见过这个人吗 是 他呀 他 他刚走 刚走 快去给我追 是 他是生病了吗 他是来给相公抓药的 他相公受了很严重的伤 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了 您有给他治吗 大人 我可没有给他用药啊 我连病都没给他看 直接把他们给撵走了 医者父母心 你竟然见死不救 大人 给我拖出去 是 大人 小的不是见死不救 小的还送了那夫人一副药 等等 夫人 送了什么呀 快说 小公子 郭先生 叫我们在原地等的 这方向没错的 而且起封杀了 不走也危险 碧莹 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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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四公子 你醒醒啊 四公子 你醒醒啊 你怎么样了 关琴 慢点 你流血了 四公子 太医 怎么样 陛下 臣 非该万死 你离开了十几年 那时候你还是个翩翩少年 现在回来 你的脸上 也多了很多沧桑 想必客居中原的日子 过得一定很苦吧 臣不苦 陛下有任何吩咐 过而然都甘之如瘾 这是臣无能 害了王子殿下的 自责的话 这是最后一句 王子殿下 你醒醒 新疆 与我的孩子 绝不会那么脆弱的 都说我不好 王子殿下要不是为了救我 也不会伤得那么重 禀姑娘 不管你的事 就算是陌生人递入沙坑 王子殿下也会去救他 拿来 他就想说 你要不要 他们可以帮助 帮助 这 难得 优优独播 他们 徙优独播 You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要离开我 萌丫头 你不要离开我 萌丫头 萌丫头 妹妹不用过于担心 光潜只不过是旧伤撕裂而已 况且我刚刚给她敷了金疮膏药 想必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多谢大公子 这些日子我常常从梦中惊醒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已经 还好 你们都还活着 拿着 大公子 拿着 以备不时之需 我回去之后 会每天派人来送你们一些 我的好妹妹 没有你的日子 我一个人 看着这个玉佩 介物四人 每每一个人 经历着空计 你怎么能丢下她就走了呢 来 拿好了 以后想哥的时候 好有个寄托 哥 对不起 是我让你费心了 大公子 小人又一事相交 你这是干什么 起来 起来 求大公子 无论如何 要把肥仙送回紫园 光潜 你在说什么 我们明明说好的 你要反悔吗 飞烟 我怎么会后悔呢 我会和你在一起 只是 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看你和家人分开 九大公子 答应我光潜 你 哥 我跟光潜 已经成婚了 这辈子 他生我生 他死我死 哥 求你看在我们兄妹的情分上 放我们一马吧 不要带我回紫园 你刚才说 我 你们两个 已经成婚了 是 快起来 这样下去 不是长久之计 我要想办法 让你们重回紫园 可王爷他 哥 你放心 父王虽然对你下了格杀勿论令 但是以我对父王的了解 如果你能将功赎罪的话 父王定会 原谅你们 真的吗 哥 你有办法了 皇上下了秘址 令父王去找先帝遗留的玉玺和遗诏 若你们能先一步到崖川 取得这二巫的话 父王定会网开一面 哥 让我去 光潜的伤还没有痊愈 你帮我照顾好他 不 一起去 可是路途遥远 你的伤还没有痊愈 非烟 大公子不是说了吗 我不过是救伤撕裂罢了 这段时间蒙你细心照顾 我早已耗了大半 再说 我是你的相公 怎能看你身陷危险呢 就算死 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这 这个桥怎么断了 要不咱们今天 先在这里凑合住一晚上 明天再找别的路 这里 我 疼死了 你检查就正好了 本世子现在命令你 今天晚上去生火做饭给我吃 本世子饿死了 我做饭 那你呢 你做饭 本世子看你做饭呀 我今天走了一整天 我的腿线都站不直啊 弄完了你还得帮我按摩 想得美 还能按摩呢 好 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这什么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做嘛 我叫你做饭了 我整他都走 我去吃飞了 我去吃飞了 你吃飞了 你沾染了就是死啊 好 就让我替你除去这个祸害吧 不行 我根本就不是木丫头 我不能欺骗四公子 更不能对不起木槿 如今王子情况你也看见了 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你看他现在既狂造又恐惧的 碧莹姑娘 现在只有你能让他安静下来 如果你不做木丫头 就真的没人能救王子了 可木槿是我的亲人呀 我不能做这种夺人所爱 背心弃异之事 你太单纯了 你根本不知道所谓 我会困得他们签好 我会问他 你不做去的 他还使着 你他什么事 他还要千万不能 看着你 不会 拿大 我对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为什么如此伤心 那你为什么会哭 那是因为你自己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只是想继续欺骗自己 沉浸在与花木槿虚假的情谊之中 碧莹姑娘 这都是事实 碧莹姑娘 你没事吧 我觉得恶心 沉浸为什么可以如此恐怖 沐浸 我不知道花木槿为什么会下毒害你 让你的身体如废人一般 可是捋人品你比他好一万倍 现在王子只亲近于你 让你做木丫头 碧莹姑娘 这是天意 碧莹姑娘 拱月国的未来就在你手中了 老夫恳求你 留在王子身边照顾他 至少等他身体恢复过来 你看何复 碧莹姑娘 老夫恳求你了 现在真的没有人能救王子 现在真的没有人能救王子 只有你能救王子了 如果你不答应 果人就不起来 果先生 我求你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在干吗 放开他 放开他 我世子放心 绿水不会伤害他 只要你答应给我好 我们一路向北 去塞外 过逍遥的日子 好不好 好 你以为我一直不知道 你是段光义 他放在我身边的一个探子吗 你想杀我吧 胡勇兴他就在北边 你想把我抓给他 杀了我 听了 我绝对不会中你的拳头 我在你心中 就是如此的不堪吗 把人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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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把人吹 像在北边 别说 你可能会跟着你 在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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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 把人吹 一模样 里面 就像完成了 一模一样 开 开 万一 开 虽然 还会 Tru错 沐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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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松开 没事吧 沐浅 怎么回事 沐浅 沐浅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好像没有力气 为什么我的腿 好难手都使不上力气 为什么 生生不理 生生不理 你是在开玩笑对不对 我以后不再欺负你了 我说真话 不是真的 是不是 是不是啊 原家都是什么样的人啊 全都是卑鄙小人 全是大混蛋 我 我 花西夫人事真的传言 岂不是就做事了 以后非白又该怎么看啊 我怎么又忽然想起他了 什么人 人家的安妃 兄弟们 王爷有令 对花木槿格杀勿论 你们这群混蛋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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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 冷静点 各位大哥请等一下 王爷要的人是我 求你们放了他 他是南国豫王的独子 若你们杀了他 一定会引起南国和西都的战争 到时候 恐怕 你 滚 世子 快走 走 走啊 我知道你们都是奉命行事 请替我向元三公子带句话 我花木槿 没有对不起他 我花木槿没有对不起他 快走 别动 别动了 有动的 好了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你 你不要这样 是子 怎么对不懂啊 是子 我不这个样子 我还能怎么样 我现在变成一个废人了 我现在变成一个废人了 我们俩父子正被那个段光义胁迫 我又还在追杀我 我还愣怎么样 你 对 世子 多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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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救你我就什么事都没有 你看 我的生生苦力也发作了 我 这就是原家 对不真之人的惩罚 这一路上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我陪你一起死 我把命赔给你 我把命赔给你 你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算了 现在说对不起也没有用了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我现在只是在想 我怎么都要把你带回南国 我才可以让你为我们去作证 我对父王才可以全身而退 光业这生生不离 难过有好多名义的 他们肯定会有办法可以解决 他们肯定会有解药的 谢谢你 不用谢 一点也不像你 对了 那些原家暗卫中了你的毒 他们没有解药 那怎么办 那是我用来 吃烤兔的时候 撒的调料粉 能种什么土啊 你是骗他们的呀 要不然呢 我们俩的头 现在都挂在城墙上了 好 我们俩上面的字 是 有没有罪 啊 是 你就要和人同学 这儿 就是牙川 现在大家分头行动 一旦找到张公公 立刻烟花为训 是 走 驾 驾 跟着他们 让他们先上 我们坐享齐城就好 是 王爷 陈统领已经到达崖川 正在探寻张公公的藏身之处 报 禀告王爷 派去执清捕杀令的队伍 在去南国道路上 遇到了花木几颗段月朵 可惜功亏一亏 让他们给跑了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要禀告王爷 就是那个南国的段世子 好向武功尽失 浑身无力 在与他们交手的时候 毫无还手之力 是 知道了 继续搜查 有任何情报随时回避 是 段月容中了生生不离 花木槿 我原以为 花木槿会顾及自己的身份 而维持针槽 没想到 他被段月容征服了 接下来他势必 会效力于段家 花木槿 你把原家当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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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媚拜见王爷 起来 起来吧 清媚啊 胡勇攻打紫园 你拼死守护了暗宫 做得好 你原先是东营暗卫的首领 接下来 我希望你带领东营暗卫的人 替我去完成一件事情 王爷请吩咐 不知夫人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我让人 把你在荣宝堂的东西收拾了一下 特意给你送来 参见王爷 王爷 您来得正好 我正想请您去荣宝堂 芸儿已经好几天 没见到爹爹了 锦绣 过几天和我出去一趟 敢问王爷 有什么锦夫人可以去的地方 臣妾不能去呢 听说 飞云一刻见不着你 就又哭又闹的 难为你这个当娘的了 赶紧回去看看吧 我和锦绣还要上了些事情 是 下去吧 想要的身份和地位 我可以给你 但机会必须自己抓住 现在有一个机会 如果你抓住了 所有人都会沉浮于你 如果抓不住 可能连你的命都会丢掉 你敢吗 我敢 你还会让你抓住 这就跟我去押川 木丫头 母皇已经答应你当我的处妃了 果先生 听母皇说 十几年来一直是你在辅佐陪伴着我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所以 我想让你给我们做个见证 殿下 你说 我原非绝 一辈子会守护着木丫头 木丫头 你怎么不吭声啊 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我不是 木丫头怎么可能不愿意和王子在一起呢 他真是有点着急 此时 手足无措了 可惜我眼睛不好 看不清楚戴着玫瑰花的木丫头 但是 一定和雪山上的仙女一样美 我喜欢木丫头身上有玫瑰花的香味 从今天起 我会每天送一朵玫瑰花给木丫头 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喜欢 我就喜欢 都不过红尘 握不住余温 岁月未曾 轻言懵懂少年人 最贪恋两尘 最难奈离分 痴情容谁 从往事中重生 未曾像枝变转身 还未如愿 却梦沉 若从头说着 无常缘分 是霜雪起身 令我知心愿 看看一梦算的阵 竟然同罪不通诚 世之情之水 世之爱之恨 美好各自 愿望是温存 情道尽深处 深渴 人在人潮里浮沉 一顾飞你 再顾飞我 奈何旧时封门 此生 谁还候这春风烧 年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